这家俱乐部成立于1905年 我们来到了联赛的第八轮 目前西红竞技在联赛第七的位置 即时三分表现不错 乌姆弟弟对西红竞技非常满意 这个赛季我们的新元 是后防线的乌姆弟弟 中场的哈佛兹 封线上面桑桥 然后本身就在球队当中的奥巴梅亚 我们现在替补席上的人就越来越多 那么这个赛季我们是有欧冠任务的 所以一切皆不好说了 我们得更努力才能在欧冠走得更远了 现在422的阵型还是不错的 看一下下场比赛 我们对阵皇家社会 皇家社会目前是在八轮过后 差我们两个小徐租掉了 小徐租掉了 徐豆瓣租掉了 可以 皇家社会差我们两分 第一场第一场我们找到手感 有关注说到了这个哈佛兹的这个位置的问题 就是很关心的哈佛兹现在踢这个后腰位 4222这个阵型 你看了他是后腰 但是我设置了让他前压的 所以他虽然是个后腰位 但他其实还是参与进攻当中 而且哈佛兹这样的球员1米88的身高 他是在后方线主要是 等一下 这球我看了 圆圆能振夺的 没有啊 他主要是去参与防守 但是重头主要的防守任务还是交给了任方 对不对 这比较合理 咱们这两个看似后腰 但其实一攻一防啊 往前走一走 总自瓦克给到奥巴梅扬 奥巴梅扬给到圆圆 看下圆圆 这球掉到右边落 这是桑乔 这球阿斯皮里奎打 果断的齐跳解围 422这个阵型呢就说 有关说这个优缺点啊 我只是 就我不是职业的啊 但是我只是说在游戏当中 我踢这个422呢 就说他虽然是两个前腰位 但是我们现在放的是 9斯瓦克和 和那个桑乔嘛 他俩就会更加靠近中间中路一些 因为游戏当中的下体传中效果不是那么大 先打一脚再说 游戏当中的下体传中对你这个整个操作要求比较高啊 但是 最好最有效率的踢法肯定是短传渗透啊 所以这个跟跟那个游戏还是有关系 对方依然是打 巴里卡洛这个点啊 阿兹贝利奎塔 放桥 这就没有防住 雷里诺挑到天津北 这球中位不应该去补边路啊 补边路中路就没人了 少了一个中位 虽然纸面阵容我们比对手好 但就是一次防守输 有了 并没有约位 奥巴美扬与圆圆的一次漂亮的 呼顶配合 完美的敲墙二锅仪 干干净净将比分扳平 圆圆这个跑位现在是真出来了 传给奥巴美扬之后 直接一个转身反跑 拉斐尼啊这样一下子打到了右边路啊 上半场双方1比1 现在散入温中过去了 撬单 一个罚球线起跳扣篮 等一下 这球有危险 切过来好球贯咱 继续持续推进 熊哥的位置直接给了 没有问题 种子瓦克 哎呦这球大清了 再跟一角桑桥 好球 桑桥的凌空胜门 这球对方门将已经是 为了能够更好的扑救这一球啊 防出了小禁去外 这个距离的凌空射门其实对桑桥的脚法是有要求的 阿兹比利奎塔在左边路 阿兹比利奎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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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脚传出 乌姆弟弟 关咱有身高啊 别说你顶不过 好球 关咱 双半场结束 2比1 暂时西红禁忌是领先 哎呀 现在这么看的话 联赛我们还是比较稳的 毕竟我们在欧冠油温图斯我们踢了九球啊 开什么玩笑 对不对 如期追不上啊 佩雷卡罗 再回传 这小禁进去了 小心再传 哎呦 罐子啊 倒得漂亮 我 赶紧点出来 部长出现连续失误 一脚眼射 卢西被打懵了 皮球还有拿的机会 这段时间进区内啊 一片混乱 原球王 舒服啊 别别别别 别把自己腰给整坏了 原球王干嘛呀 哎 什么进个球 这球得传啊 因为奥巴美扬已经没有洗脚的空间了 这球奥巴美扬传的没毛病 你们觉得呢 我觉得这球奥巴美扬该传 那原球王这个后点的插上啊 实际正好 刚才这摔一下这腰真行嘛 哎呦 年纪轻就是不一样了 呵呵 羡慕 你们再看看主教练 对吧 头发也快没了 是不是 挺难的 好球 越未来呀 九哥这脚打门也没毛病啊 但是打在了立柱上 霍图 马菲尼亚 下地的传中 闪啊 关子安现在还是问题很大啊 我必须要再找一个 哎呀 这关子安现在 他这个身高啊是好 但他防守啊真的是有问题 这关子安脚一垫啊 皮球是到对方脚下的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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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赛结束啊 阿达马在比赛的最终阶段 是在绿营场上奔跑了 最终比分定格在3比2 我们虽然有不错的进攻啊 但是防守还是一个问题 防守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目前来看我们会丢球 对啊 而且这几个丢球都是我们自己的后方线失误 这个 这个我们得自己反省一下啊 防守强度不够 对啊 啊 远远表现令人深刻 开什么玩笑 啊 这种势头我们已经万事俱备 我们保持不败有有充分的理由 开什么玩笑 就是不败六场不败兄弟们 我们六场不败了现在 六场啊 今年今年我们目标就是冲之冲之西甲冠军 信不信 我的天哪 你这 原球王梅卡尔杜 西红竞技战胜皇家社会 妈这摄影师肯定是抽了钱 我跟你们讲 绝对的我靠 这能这样吗 这拍的什么东西啊 我原球王就这样 行吗能这样吗 摄影师搞事情 摄手榜第一看下是谁啊 目前 洛兰是第一打进九球 原球王现在打进七球 在联赛摄手榜第四的位置啊 今年还是延续了去年那个摄手榜第一集团的这个能力啊 没有任何问题 关子安毕竟总平只有74啊 确实剥弱了点 加油啊 还得做修炼啊 当然我们这边清迅已经在做了啊 可以看一下我们清迅已经在做了 周德伟74到90的潜力值 来把他拉进队伍里 然后租借吧 也不要在清迅里面等了 等也等不出了所有东西 周德伟 他才53的总评 讲道理就倒到水 要不就高考吧 啊 你名字取的也不好啊 又不是高德伟 去个周德伟 对 要不回去复读吧 下场对阵的是比尔巴格竞技啊 应该是稳的吧 哦不对下场是赛威利亚 我们现在应该有能力去 去模拟了吧 大家觉得一阵的话 我觉得一阵模拟应该没有任何问题吧 先看一下赛城啊 这场结束之后 哇 休息两天 对阵 对阵奥萨苏娜 再休息两天就是欧冠了啊 应该能能模拟吧 我试一下啊 可以奥巴梅扬打进两球 2比1 拿下赛威利亚 课场才能应一球了很关键 这个奥巴梅扬是什么鬼啊 奥巴梅扬是什么鬼啊 奥巴梅扬为什么会这样我真是惊了我 我得上点上个二阵啊 我得想谁 就奥巴梅扬踢这来 无所谓 这是奥阵啊 奥阵踢奥萨苏娜 应该没问题 又是主场 对不对 2比1 奥巴梅扬又进两球啊 连赛进 连续进了四球 哇塞 我把奥巴梅扬放在后腰的位置 他进了四个球 江丁祥受伤啊 他有点狠了吧 奥巴梅扬这么厉害吗 什么苦力啊 他怎么哭了呢 他又没卡尔度啊 他替塞维尼亚和奥萨苏娜 一共打进四球 天打射手绑他上来了 下场比赛对阵红牛 来看一下现在西红竞技在小组三轮过后 击五分啊 不是属于表现好的 对吧 我们是一胜两平啊 奥巴梅 但是我们打进了15球 在对阵尤文图斯的那场比赛当中 我们打进了9球 对吧 所以我们精神球优势很大 但是小组的这个形式还是不是特别稳定啊 不是特别明朗 所以接下来下一场对阵红牛的比赛很关键啊 这场欧冠比赛我们必须得全力以赴 这个小组的这个很微妙啊 没有说就是稳扎稳打 对不对 下场对阵红牛一定要拿下 我们就赢了一场 油温图斯 但是我们和红牛还有那什么都都替平了 所以还是得担心啊 还是得担心 欧冠小组在第四轮 看一下 来看一下啊 这只红牛很厉害 大家上次就看到 汉特拉尔维尔纳伊斯科 对吧 格列兹卡 几名强力的世界级欧洲球员啊 你看 伊斯科开场就是断球 给到了格列兹卡 左边路是谁来的 我都对忘了 这场欧冠的比赛是晚上9点的一场雨战 西方禁忌对阵红牛 任防 卡维茨在起 奥巴梅亚能打 走了 哎呦 莱诺 小梁 机会 阿布梅亚 这次我的反击啊 打得就很干净了啊 奥巴梅亚漂亮的担当 欧管小组在第四轮 我们对阵红牛1比0暂时领先 这球远远也不贪贡啊 有放手球员在他身边 他就把球给到远端 空间更大的奥巴梅亚 梅亚要一蹴二球 开始联系的传导在小进去外 小心格列兹卡 去吧 门迪 左边路 跑起来 这场其实真的很关键啊 第 第四场比赛 我们只有一次机会踢红牛了 伊斯科 转到了右边路 如宠库快补啊 格列兹卡穿中 进去里面 VC 上半场上帝不是两分钟啊 看下对方的反击来看下 Toriz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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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lna Velna 你 天 你怎么 都在往右跑 你们看到没有 我真的我 我缺过去之后 他在往右跑 没人换 这后防线真的很忧郁 有点办法没有 上半场在最后阶段我们被扳平 坏消息啊 哇这门迪这防守 啊啊 才吧 啊 我吃你 原来生气了 门迪 你们看到没有 我吃你的 你大爷 这谁受得了啊 走开 跑一跑 好 原来刚才是为自己的队友啊 报了个小仇啊 真的是气人 刚才那 卢西在左边右边路的进攻 真的太气人了 我都给气死了 哪能这样啊 对不对 这太过分了 刚才那动作 你们看到没有 压着就不说 还退人 伊斯科也吓了啊 哥里斯卡 不是 卢充昆你头发哪 假发没来 直播哪 直播哪 哎呦我头 卢充昆你头发哪 哦 抓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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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捡起来了啊 捡起来了啊 左边路一直带 塔克里亚飞哥 脱离锁 这次轮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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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红牛怎么就这么厉害啊 小马当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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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出骨门 塔利亚飞哥 把他结尾一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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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小马达还是强 关键时刻站得出来 无论如何现在是一个踢平的情况啊 至少我们不会被红牛反抄 对啊 这是个好消息 哇 这传统啊 危险啊 哎呦 这个红牛的传球真的是太吓人了 对方好像接受了这一分的结局啊 我们踢了第三场平局了 等一下这个时间 我母爹爹你上次啊 哎呦 他在那边就 你们看到没有就不动 哎呦 这一代的AI真的是我想骂街 真的是哎呦 最后我们在欧冠小组赛第四轮2比2 站平 红牛啊 碰腰的表现肯定是无敌的 是的 我们本来期待至少拿三分 哎呀 本来这场拿下的 就饿上了很开心啊 哎你看看给特洛烈给我们特洛烈拍的片子怎么就这么漂亮呢啊 你们看到没有啊 李雪碰 陈超 现在中国队是四星半中国啊 看没有哎阿达马这个射门还有大拇指伸着呢 多好呀 啊 关键的tip 为什么欧冠小组赛多得一分 很关键 我们来看一下欧冠小组赛现在情况啊 游文现在9分 他三胜一负就输给我们 我们这边6分 反正莫斯科中央陆军是肯定没机会了 对吧 但我们平的太多了 还好我们赢了一场游文啊 目前和红牛还是卡着 A组情况如何 阿森纳 波尔图 巴塞罗纳 现在还有两人 目前5分 曼连里昂 我们是C组 A7米兰巴黎士尔曼 热刺 纳布勒斯 多特蒙德 摩纳哥 国际米兰 皇家马德里 乐库森 本菲卡 拜仁曼陈 哇塞 哇塞 吓人啊 联赛我们现在目前是联赛第四的位置 非常好 非常好 咱们咱们的轻讯怎么还不来啊 1月14号 1月14号 现在几号了 现在 11号 不对 5号 5号 还行 来 这场对阵皇前的比赛 我们就模拟了 1比1 哈佛兹打进一球 对方在90分钟再打进球 好久没有零风了 真的 好久好久没有零风了 经了 撸 我们现在就没有零风别人的能力了吗 关子兰快点冲啊 关子兰75 可以 无法零风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对吧 周德伟的租借报案来了 接手啊 对啊 一直被绝评 来看一下中国队对阵新西兰的这场比赛 我们直接模拟了 那能是对手吗 这是友谊赛 就被我们摁在地上摩擦啊 正志张玉宁各进一球 谁进赛了 小球员都有成长的空间 得有时间慢慢融入 对 摩的办法 来看啊周德伟租借成功 清训中国小将 希望有好苗子啊 十七岁谢炯 看一眼 林峰拒绝 小胡拒绝潜力太低啊 黄葱拒绝 宋洪辉 宋洪辉 一米九六看一眼 邓其成拒绝 赵宾得拒绝 哎呀这几个都不行啊 这几个都不行 我看了一下不行 一米八四的中户位 一个六五六一个五七 模板倒是都可以啊 模板更好的是谢炯 但又是一个身高不够的一个球员啊 宋洪辉的话相对身高高一些 但潜力不足 放一下吧 反正十七岁都不想放 解约了解约了 解约了解约了 高考去吧 高考去吧 高考了高了高了 张令碰 这场比赛是红牌竞赛啊 我们换成吉祥 不行吉祥是边后卫 我们换成喝冠 好 唐主兰八十亿了啊 小旭没有涨 唐主兰拿到了首发的位置 这个大家应该没有意见啊 下场比赛对阵玻利维亚 一比零大胜 任方圆圆各进一球 艾克森 帽子戏法三球 大胜玻利维亚啊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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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强啊 对啊就现在门将的竞争非常激烈啊 一切皆不好说 圆圆自己长到86马上87了 我们两个陈超位 陈超是肯定两个位置啊 陈超耐力也比较低 陈超很适合打我们中国队到时候的一个替补球员啊 一个替补的边位或者替补的前锋也行 对 然后我们的唐竹兰肯定是要有训练位的 卢西现在85自己慢慢在涨 卢崇坤也在慢慢涨啊 就继续练关子安的防守啊 唐竹兰等他涨到那个守门员接球上80以后 我也不练了啊 也不练了 就让他自己慢慢往上涨啊 希望他能够有好的未来啊 王家贝蒂斯这场比赛 我们照到了应该二阵上场啊 二阵上场 因为马上下一场是对阵莫斯科中央陆军的欧冠比赛 1比2 输了啊 卢星打进一球 连赛输了一场 陈超还不开心啊 这不让你上场上场了吗 他开心开心 他是开心啊 可以可以 这场必须要赢啊 可以 唐竹兰这边我们不练了啊 82的总品 唐竹兰下次不练 欧冠小组在第五轮 莫斯科重要陆军 我妈怕又磨平了 我怕给磨平了 我怕磨平了 我怕磨平了怎么办 磨平了我们欧冠出现很危险啊 我跟大家说 就如果油温赢了也就还好 对吧 油温如果输给了红牛 那就撒毙了 就是那种撒在地上的那种钱币 你知道吗 我踢怕输你 好球 哈佛兹 炯哥哥哥金一桥 我踢是肯定不会输的 怎么可能输呢 干的好 这场很关键啊 来看一下 油温应该是赢的吧 不能输吧 可以 那我们这场拿下之后 我们就已经确定 欧冠小组在晋级了啊 最后一场替油温的比赛 我们二阵给他们踢就行了 对我们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联赛了 因为赛程很密集啊 这样我们已经确定 进入到这个淘汰赛阶段 下场比赛对阵马轮西亚 我们继续磨一磨 现在联赛我们是第五的位置 客场主力来踢 没问题吧 1比1 哈佛斯最近进球很多啊 哎联赛我们一瓶一负一瓶啊 就 怎么回事了 就赢不了球了 还是咋的了 我们把唐竹然练到83再不练啊 82不能开门 总觉得缺了点什么 下场比赛对阵巴塞罗纳 那还是要提一提的 我觉得这场要提一提 这个赛期的巴塞罗纳 还会看不起咱吗 上个赛季我们可是 复过仇的对吧 巴塞罗纳复仇了吗 皇马我反正不对 是皇马没复仇对吧 炯哥长了一点啊 任方在冲刺80 咱们揍过巴塞罗纳 对揍过肯定揍过 咱不要阵雨了啊 把天气弄好一点 怎么老阵雨呢 晴天 远远87了啊 可以 这场比赛你们注意到一点没有 梅西首发了 我想看一下巴塞罗纳 是什么阵容啊 最近三场比赛 苏埃雷斯 路易斯苏埃雷斯 拉圭前锋 打进三球 表现优异 反正梅西刚才是上的 还是没有上施特庚呀 那上了个莱诺呀 抽他巴掌 比赛正式开始 来看一下联赛的这一轮 巴塞罗纳 特场挑战西红禁忌 这场也不能说是巴塞罗纳的首发阵容啊 但是也是一个 偏主力阵容啊 塔伯兹前插上来 李奇卡德在中路直接断球 梅西 给到的前掌 苏埃雷斯 苏埃雷斯 贴上去 奥维马斯首发 都他妈首发 还有两个传奇球员 奥维马斯 将球自己带出了边下 没有带出去 哎呦 卢重坤把球是断了下来 好球 梅西在中路的断球 这辆比较梅西踢的是 牵腰 哎呦 哇 内托这么早就出来了 我的天呐 这 跟他们闪现一样 这么快就出来 接应 好球 哈佛斯 这种子马克的都射 也不能说是全主力啊 偷球公文圆球王 跟进是偷一脚 哇 拉斐尼亚 梅老板 中路 艾辛 艾辛 自己踩单车 美西 奥巴梅亚跑了呀 他的后卫跟不上 咱们得打出气势啊 打出我们之前的远射的气势 巴特罗娜现在防守非常密集 关子安被我们上一场骂过之后 现在表现优异多了啊 几回 对 原球王 立即卡尔德 立即卡尔德 斯托切科夫 一脚远射 上半辆结束啊 双方0比0 打得很胶着啊 现在来看巴斯罗娜依然没有像皇家马德里一样全主力上来给我们提啊 黄马这边大罗C罗全部都上对不对 相对巴斯罗娜现在至少无论如何没息是上了啊 但你说是全全主力吧也不是 我传得好快啊我有点跟不上啊 一击卡尔德断他哈伯茨 漂亮 好球三球跑一跑 干球王 唉呦 这球一点办法没有啊 我每个球员其实都在他们身边了 但是就是被巴塞罗娜传了进来 这是个机会啊 奥巴美奥 奥巴美奥 哎呦 路冲官 哎呀 这叫车门 输了 这场我们机会很多啊 但是都没有能够破门 联赛输给了巴塞罗娜0比1 表演一下吧 表演一下 下场油温的比赛我们不需要提了啊 我乖小组在 弹节转会要求给他二阵门将他不满足啊 决练啊 唐竹兰冲刺一下83 发布会走一走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呀 对不对 一次赢 四次赢 我们赢 牛温图斯9比2那一年 你们看了比赛吗 手发 不用手发踢塔啊 二阵踢塔 陈超上场 模拟 没关系啊 我们小组已经是出现了 二阵只是去磨练一下 只是磨练一下 磨练一下 很正常 被揍了 被揍了 进击就好 进击就好 对 我们肯定进击了 因为莱比锡最后一轮赢了 也进击不了 最后进击的是 阿森纳巴塞罗纳 曼联两 皮 就是油温图斯 西红禁忌 A7米兰巴里士尔曼 热刺 纳布勒斯多特蒙德被淘汰 摩纳哥国际米兰 皇家马德里 露库森 拜仁慕尼黑 曼扯斯特城 行啊 都比较合理的进击 都是比较合理的进击 都是比较合理的进击 没有什么问题 乌姆弟弟表现 感觉很舒服 想要上场踢球 晓得了晓得了 赫塔飞啊 就模拟了 应该没有问题吧 朱莉 R比1 唐助兰 大伤 完了 完了完了完了 哇 四头鸡撕裂 休息三个月 谢他 没了 唐 唐助兰四头鸡撕裂了 裂开来了 这个咋整啊 那小弹节就要上了呀 弹节机会来了 20z的弹节 把小区召回来 我觉得合理应该是把小区召回来 应该招募小区 对 好 国族又跟我们续约了啊 接受 目标就是有资格就行 那你这个目标太低了 真的是 下场对阵 马德里竞技 看一下有没有年轻的中国小将 黄葱 再见 曹李 再见 没有潜力啊 熊东 一米八四的熊东 潜力不错 签下 郭黄 再见 马桂散 再见 赵宾德 再见 梁润鸣 再见 哟 来了个熊东嘛 但这个熊东不能说很强啊 他是个后腰 一米八四的后腰 身体强壮 模板一般般啊 兄弟们 真的一般般 不是属于那种 让我眼前一亮的球员 我觉得一般般 而且长得有点铁寒寒 我们先提升到陈景队来看一眼 好不好 先提升到陈景队瞄一眼 熊东 57的总评 这一点都没有熊东那样啊 啊 高考吧 高考吧 熊东 三星三逆 184厘米 80公斤 高考吧 高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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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租界都不想租他 直接高考 唐竹兰的受伤 让我们征召回了我们的 曾经的主力门将 小徐 小徐回到了首发的位置 80总评的小徐 也是经历了一个赛季的磨练 自己在增长啊 远远打进一球 但是玛丽竞技4比1 大胜西红竞技 这么狠啊 联赛调调到了第八啊 下场比赛对阵比二八个竞技 球队这个董事会有点不满意了啊 我可能有点危险啊 啊 我可能很危险兄弟们 我现在有点压力了 2比1 可以哈佛自奥巴美羊 客场拿下比二八个竞技 哇 今年我们怎么直接替西班牙国王杯半决赛啊 为啥啊 啊 什么呀 就半决赛了 为什么是直接半决赛啊 有没有人告诉我这是什么原因啊 我不用替西班牙 这是西班牙超级杯 不是国王杯 超级杯是什么杯啊 那也是个杯啊 超级杯是什么杯 我还真不知道啊 还挺好 又到了魔力球队的好时机 又到了魔力球队的好时机了 兄弟们 超级杯就是前四名题 啊 就自己的小乌冠呗 西甲小乌冠 而且正好进入到交易期了啊 但这个交易期我们能做的操作不好说 我们看一下就会 大量租借球员回归啊 一打牌 训练中谁受伤了 威威受伤了 威威你倒水都能受伤三个月 哇塞 有没有人找 小羊七十了 又不错啊 迪亚兹七十三了 行行行行 还可以啊 这两个洞还可以 有点意思 哎呀 威威倒水 竟然烫到了自己的头皮啊 然后直接受伤了 现在唐竹兰是受伤 我们租借回归的几个都是门将啊 然后比较有潜力的是小羊 小羊上来了 对吧 七十 然后迪亚兹也可以打我们的tip 可以吧 辽东翔下去吧 辽东翔是 那我们来个tip的门将啊 小吴 小吴tip门将可以吗 毛亮和天度一 哪个好一点啊 一米七三星四逆 这个三星两 两星三逆啊 都是菜逼啊 我的天哪 都是菜啊 都是菜 两个tip门将了呀 哎呦 真的是吓人啊 还有个弹结呢 对啊 都在租出去啊 都在租出去 叫一气看一眼 桑乔现在还卖不了 哈佛兹也卖不了 阿巴梅扬暂时不会卖啊 圆圆不卖 卢西也不卖啊 圆圆这个赛季涨了三点啊 阿达马涨了一点 唐竹篮受伤 但他涨了五点 还有两个月 总哥涨两点 小徐涨了三点 小徐这个赛季去了 其他球队涨的还不少啊 容崇坤涨了一点 任芳涨了一点 谭杰 谭杰在tip席 自己涨了三点 我靠 啊 这名小门将有点野啊 怎么的呢 一米八四 年纪这个身高是弱了点 关子安涨了三点 关子安我们还是留着啊 飞耶哥 飞耶哥早就想卖 但是卖不掉啊 陈超现在 涨了五点 迪亚兹 迪亚兹涨了一点 迪亚兹不知道 还有没有潜力 地方去看一眼 小吴 租借提案 涨了三点 桑切斯是租在其他球队 杨诚是展现出惊人潜力啊 杨诚一米几啊 一米七八 编后卫 还是租 还是租 何九零租 毛亮租 天都义租 你如果不租的话 他显着什么 就是没有潜力了 这几个都没潜力了 这个是惊人潜力 毛亮有惊人潜力 天都义就不行 江丁祥租借 钱钟租借 辽东祥租借 后面还有好多中国小将 一大牌 深流 为什么是 深流 为什么不让租啊 因为他们是倒水的 对 后面四个是倒水的 这个周德伟 凭什么呢 做出去 看一下合同 看一下合同 看一下合月 六个月 六个月 小吴和何九零 两个中国小将 直接委任谈判了 委任个屁来 面谈 飘了 解约不行 解约肯定不解约 感谢我狂顾我在 送出的办卡 感谢感谢 你看看 刚才外面是一万 现在只要一千九 你看看 这么好聊 就得面谈 就一千九 多没有 就对话 下一个人 我就给两千 如果他 就是没有自己要求的话 我们省掉好多钱了 未来 你肯定是未来 何九零 你怎么可能是别的 未来 三千 何九零的颜值不错 就铁哈哈一般 你看 那小眼神 那单眼皮 其实我们培养的门将不少 很多门将 你看 这个给两千 他一定满意 两千一万 答应了 可以 其他球员 暂时并没有 交易的需求 其他的我们就不管了 下场比赛对阵皇家马的礼 超级倍的半决赛 还是可以参与一下的 能够锻炼我们这个阵容 因为我跟你们讲 手提很重要 对不对 你如果不手提 我们现在多少钱 我们只有1500万 我们得手提 得手提 超级倍输了 不心疼吧 但是欧冠如果输了怎么办 我们将主宰比赛 我们会击败黄马 我们在场上都很好 加油啊 下场比赛对阵皇家马的礼 我们对西红柿经纪 有没有信心 打进超级杯决赛 我们来到 圣地亚哥伯纳乌球场 这场比赛是 西班牙超级杯的半决赛 上个赛季西甲的前四名 争夺的西班牙超级杯 这场比赛 只有卡卡大罗与西罗 带领的皇家马的礼 对阵西红竞技 西罗在最近三场比赛 打击五球 状态震降 由于我们的门将 首发门将汤朱兰的受伤 我们紧急召回了 我们曾经的首发门将 向徐 徐肯史 我们看到了起组 卡卡哈吉 每一个位置上面 都是一位传奇球员 好马的门将 是卡西利亚斯 其他那些这场比赛 现在是使用了 名人的引分身术 伸批教练 对付和场上踢球 兰帕德 起组的两个腰 哈吉 飞哥 来看一下起组 随着裁判的一身少强 西班牙超级杯正式开始 在波纳乌球场的这场比赛 来看一下 皇家马的礼身穿白色球衣 从左往右进攻 飞哥 兰帕德 卡卡 包马踢的是三后卫啊 所以我们这样的快速反击 队伍会很有机会 好机会 哇 兰帕德直接断下来 大罗 哎呦 没有犯规 但乌姆弟弟跑不过 C罗 阿宝美扬跟他冲哥 走了 人员 顶一个 哇 这关仔你这球顶不过 我的天 现在白掌那么高了 两米的身高 稳住啊 危险出现了后场失误 大罗的位置可以给 没有给 卡卡卡卡 大罗 哎呦 我们弟弟 卡其 C罗 越边路 飞哥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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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放都没开啊 打太快了啊 我紧激动了 安德 哈姆斯 积极的正强 给了一次机会 关子 哎 上判场结束啊 西红禁忌暂时1比0 就是奥巴梅扬和圆圆的二国一 对不对 这是我们一个大绝招 只要他们后方线有一点点的空隙 咱们就有机会啊 兰帕德 有边飞哥 兰帕德飞哥 兰帕德 兰帕德飞哥 阿杜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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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姆斯 哎呦 船慢了呀 哈姆斯前叉了 看到没有 但是对方黄马的反击 来看一下黄马身穿白色 就有些人从右往左进攻 下半场这个阶段 哈吉的船中 找的是大罗 屁球被拙了出来 这是个机会嘛 看看 桑桥 先穿给了圆圆 这球穿的不好 拉姆斯和范奈克 在这两人配合之中 将球是拦截回来 哈吉在左边路又启动了 哈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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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吉左边路一顿乱跑 船中了 找了 乌目的地 哈吉 哈吉 哈 哈 哈 偷球攻门 切左 切左还想过 哈佛兹不给机会 但是还是过掉了 切左 哎呀 转进来 阿杜 看 机会 告诉他你跑得过拉姆斯 你跑不过拉姆斯 你还做什么速度 球位 忘了一扣 给到圆圆 打了 这也轻了呀 哎 这球传呢 传球 传球跑不过散 但是我没有阿达玛 哎呦 阿达玛不会图球啊 远远的射门 直接铲 犯规了啊 这个位置的任一球 这球 打了呀 吼玛 阿达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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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丑 里奥 是 怎么样 怎么样 最后独秒任一球绝杀 这脚球价值千斤 比赛结束 现在要超级杯 我们淘在了皇家马的里 最后90分钟 奥巴梅扬的任意球 这么给力的吗 奥巴梅扬 扔一球 真开心 我竟然竟扔一球了 我好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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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远一球 奥巴梅扬一球 阿国一过来 左脚直接就轮 就是这两人的配合就是这样 远远这球停的是真扫 右脚停球滚到左脚 直接白腿就射 我们的球员们努力训练了 所以有这么好的表现 奥巴梅扬不要得意忘形 奥巴梅扬 最后五分钟打进制成球 这和运气没有关系 奥巴梅扬有点膨胀 但是没有关系 奥巴梅扬最后十个戏剧性进球 帮助西红竞技取胜了 很好很好 这就决赛了 连着踢呢 卧槽 这是连着踢啊 这个超级别就举办几天呢 就连着糟醉干呗 行吧 兄弟们夺冠了 有没有信息 夺冠了 我们状态是非常高兴啊 多挂了 捧个杯 捧个杯 欧拉欧拉 星星巴利亚 彩虹过人 巴塞罗娜对阵西红柿竞技的这场比赛 马上就要给大家开始了西班牙超级杯的决赛 西红柿竞技对阵巴塞罗娜 这场比赛万众瞩目 来看一下西班牙 本土杯赛 超级杯的决赛 我妈好像终于看到了斯特哥啊 巴塞罗娜这一边 应该是记上了首发阵容 斯托切克夫 我已经看到雷吉卡德 我已经看到圆圆 把球控制住 西红竞技身穿红白条球衣 从左往右进攻上半场 这球是没有阅位 但是皮球是被碰出了界外 哎 好球 小薰 漂亮小薰 自己将功不过啊 巴塞罗娜素质极差 偷球 你看到没有 尼斯塔 斯托切克夫突然转身 过来 斯托切克夫 大带的边往上 漂亮 桑桑桥断下来 先给圆圆 圆圆圈面没人呢 跑 圆圆扣 漂亮 圆圆过带了一名防守球员 前面的刀是巴雷西 巴雷克 往这边传转给到奥巴美扬 打了 伊尔斯特哥 巴塞罗娜的快速反击 从中场只利用了两击传球啊 这一脚传球质量太高 苏雅雷斯的终结也太完美了 一点办法没有 哇 从小徐的戈竹窝里面 这一球就是被直接捅废了啊 进入球网之后皮球都融化了 我的天哪 跟足球小子似的 路易斯 苏雅雷斯 上面的结束 我们暂时零一落后 加油啊 加油 我现在就是踢不过巴塞罗娜 黄马我们已经可以踢过了 反而我觉得黄马这个就是球队 在游戏里面就感觉黄马没有巴塞罗娜厉害 挑的漂亮啊 这巴塞罗娜厉害在他三个后方线真的他四后方真的太厉害了 没洗踢不登场 帅雷斯 没洗 没洗水雷斯 中午还有 尼尼斯塔 传到右边路 奥威马斯 挑到进去里面 SORES 啊 没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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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咋见呢 这是什么东西 凭什么 我出场的凭什么 啊 这游戏 咋 啊 没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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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脚外脚被射门啊 跨雷斯超 好球 81分钟我们将必分扳平 这是我们的一次冒险的一次换人啊 换上了陈昭和阿达玛 加油啊 李奇卡尔德 再扣 挑到进区里面 找克鲁伊夫 头球后蹭 没有比起啊 巴塞罗纳前场留下好多人啊 全场90分钟比赛时间结束 进入到驾驶赛 胸襟机 2比2马 巴塞罗纳 现在给大家带来的是西班牙超级杯的决赛现场 早早应该传后点陈超啊 阿巴妹啊 这一脚很有机会啊 我都没看到他 阿达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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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斯特克 不一脚圆圆 要斯特克 还能铺 站起来再扶一次啊 加勢赛上半场结束 我们进入到加勢赛的下半场 加油 其实下半场我感觉我们的整体状态就上来了 加油 小罗人球分过成功 小罗在等待自己队友的位置 越位啊越位啊越位越位绝对越位 对方拼了啊这是一次绝对拼了的进攻啊 他们的后防线都没有了 全部对待我们前场 看着要立马过来逼抢我们 别急我们节奏可以打的 可以打反弃的漂亮 准备看到了 我深不容易打的 我深不容易打的 我深不过去打的 我深不过来 看路易夫轉身射門 拦不住 拦不住 太強了 我只能送出兩個字 卧槽 我們被絕殺了 巴塞羅納奪得了今年西班牙超級杯的冠軍 西紅競技西班 這樣的巴塞羅納 我們現在還確實大不過 我們已經竭盡全力了 這幾個單刀 而且關子蘭真的只有75的總品 他防的是什麼 他防的是94的 好不好 總品整整漲了20點了 咱也不能怪關子蘭 這才什麼時候 他20歲都不到 他面對的是一個野生的克魯伊夫 我們的門匠現在也是一樣的情況 對不對 都不容易 這隻巴塞羅納 現在太強了 是他跟那幾個鋪就 我真是精諒 我這個職子也好不好 你們說 這球遠遠的單刀 直接輪 哎呀 沒錯 我跟你講 可以直接輪啊 可以直接輪 我就想施大力城來 哇 他是用手指把這球摸掉啊 遠遠的射門力道 對不對 金了就怎麼就鋪掉了啊 盡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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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咖啡茲直都表揚 這場輸的是 真的是 最後也就沒辦法